阿拉勤妾没想到最后只偷了一双鞋 他们就是在内湖撬保险箱行窃的哥伦比亚妾嫌 而内湖的犯案现场 警方采集不到完整鞋印 恐怕正是窃盗集团惯用伎俩 想故步一阵 哥伦比亚妾嫌在犯案前是大费周章 搭捷运前来还刻意变装 深色衣服换浅色 浅色换深色 整个犯案手法跟在桃源的时候如出一彻 两个人行窃 一个人负责把风 所以警方对随机犯案的说法才高度怀疑 跨国窃盗集团在台犯案足迹曝光 他们在三月全台边境管制前入境 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签证被延长 潜伏在北市大同区 先是锁定桃源民宅大阵仗却只偷一双鞋 隔两天锁定一名内湖富商的住宅得手680万 甚至就连高雄陵园也有富商被偷 但遭窃夫妻党这回被偷的是妻子 已经过世母亲留下的保险金还有外壁金事 共680万放在保险箱 但他有十多名兄弟姐妹 拼命这保险金拖了一年没有分产 嫌犯能够锁定明确目标 手指屋主作息 又能够轻易撬开保险箱 让警方第一时间怀疑是否自导自演相吞产 但后来怀疑是否暗藏内鬼 只是万万没想到 近世哥伦比亚窃盗集团跨海犯案 一个外籍人士能够在台湾搭捷运 能够在台湾搭公车 这幕后一定都是有人在指使 或者有人在引导 偷走两亿珠宝的跨国窃盗集团 这人就是哥伦比亚级珠宝窃窃盗集团 过往跨国窃盗集团 都是锁定天诈金事珠宝 这回却是从南到北偷遍全台 诸多一点起人一斗 记者阿公洋麦徐志明 黄灵珠恢慧荣台北报道 请不어나 handlar点赞 Board of Education